今年55岁的吴向阳和28岁的吴越龙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的飞机维修工程师 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同事 虽然工作距离不远 二人却并不能经常见面 飞机维修工程师也被形象的称为飞机医生 6月20号 吴越龙照常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对短停的航班进行日常检查 父亲吴向阳则在机库内为飞机做定检 有着37年飞机维修经验的吴向阳 曾负责过战斗机等机型的维修工作 1982年 原在部队维护战斗机的吴向阳转业来到长春 成为南航吉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定点车舰的一名飞机医生 在部队主要是维护战斗机前六 随后到地方是维护了运武 运七 MD82就是迈道 到现在的空格A30系列飞机 到现在三七年了 其实也是一直都是 一直在维护飞机 从来没间断过 吴向阳介绍 他目前负责的是客舱内维修 及行李架客舱座椅 紧急逃生 救生设备等 保证客舱内部的每个角落安全整洁 每架飞机的深度检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直以来 吴向阳都是起早贪黑的工作 吴向阳回忆 在儿子吴越龙很小时 自己周夜颠倒 随教随到的工作状态几乎是常态 因此他觉得对妻子 儿子有诸多的亏欠 带领吴向阳欣慰的是 吴越龙从小就十分理解父亲的辛苦 长大后还选择紫城副业 最终成为了一名飞机维修工程师 90后吴越龙已经有了五年的飞机维修经验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老机务了 目前负责航线机务工作的他 主要负责每日飞机短停 及航前航后的驾驶舱和电子舱的检查与维修工作 酷暑 严寒 雨林 雪打 吴向阳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如今继续考验着吴越龙 也是想紫城副业 然后但我认为这也是像是一种 机务的传承吧 我感觉像是 首先感觉像是知识的传承 就是老一辈的维修经验 还有排除故障的经验 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还有就是职业精神的传承 也就是我感觉是老一辈的那种奉献精神 如今吴越龙基本只能在每天的工作餐时与父亲相聚 而就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 父子俩多是交流飞机维修的经验 工作在地面的父子有着同样的蓝天梦 在航班安全起飞着陆的背后 是他们用高超的技术保障了一次次的飞行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